今日有媒体拍到孙丽在新戏拍摄片场小腹威龙被移怀上第三拍 4月12日孙丽公开否认怀孕仪说 幽默的澄清传闻 笑称对于一个好几个月晚饭只吃红豆粥 一个对自己高标准言要求再保持体型的女女人说 她的肚子大得像怀孕 你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伤害吗 孙丽怀孕的传闻被传得沸沸扬扬 有不少网友甚至提前跟娘娘道一声恭喜 现在孙丽亲自发声否认怀孕 虽然欣喜变成了乌龙 但网友们却被娘娘的幽默斗乐笑看 娘娘不哭 也可能是因为系服比较宽大吧 都是错觉娘娘别在意继续吃红豆粥吧